這是啥 以後去了 撤回來嘛 我真是怕阻止阻止 引入沉菸 26日突然被下架 主流影視平臺 優酷網 愛奇藝 騰訊視頻等 均已找不到完整影片 而該片兩週前已在電影院下線 2022年2月 唯一入圍主競賽單元的中國影片 曾是中國內地導演李瑞軍編劇 並指導的引入沉菸 此片也是近三年來唯一一部 入圍歐洲三大國際電影節 柏林 嘎那 威尼斯主競賽單元的華語片 影片講述了一對中國西部甘肅農村的夫妻 苦難的人生 大齡單身罕麻油鐵 娶了身有殘疾的曹桂英 兩人一貧如洗 但依舊堅強樂觀 後來 中共政府突然下達 拆除威房的政策 一直借助別人房子的夫妻二人無家可歸 隨後 行走不便的曹桂英十九月歲 在村民的冷漠官網中逆亡 麻油鐵痛不欲生 電影結尾有一行字幕 麻油鐵在政府和熱心村民的幫助下 喬遷新居 過上了新生活 但有影評人透露 原版結局是麻油鐵和農藥自殺 該字幕是為了過神而做出的妥協 對此 不少大陸網友對影片全網消失 感到惡然 紛紛質問下架的原因 其實下架原因很簡單 就是這個影片揭開了中共國當前的面紗 讓全世界看到了中共邪黨統治下 中國底層百姓的真實生活 可以說 影片非常的真實 李克強在中外記者會上聲稱 人均年收入的平均水平是3萬元人民幣 但是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 1000元 而且 影片也讓人聯想到今年初發生的徐州鐵鏈女事件 而這一莊莊的悲劇都是共產黨執政中國所造成的 中共自49年竊權以來就一次又一次地對中國人進行欺騙和殺戮 並且從不認錯 文化大革命 三年大饑荒 1989年6月在天安門廣場用坦克和機槍掃射大學生 讓西藏人 新疆人放棄他們的信仰 對佛教 道教 基督教 以及法輪功進行大局迫害 活摘人體器官販賣到全世界 每一個中國人 從小學開始就要舉起右手 對著中共血旗發誓 說 隨時準備為他犧牲一切 永不叛黨 他不但要奴役你的身體 還要控制你的靈魂 逼迫你喪失良知 與魔共舞 朋友 中國共產黨喪盡天良已經是無可救藥了 上天就要懲罰這個滿身罪惡的邪黨了 所有舉起右手發誓 說將生命獻祭給中共的人 也會在天滅中共時成為殉葬品 一起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 如果您曾經加入過共產黨 共青團 或者是少先隊 一定要去3w.退黨.org這個網站 用真名或畫名退出這個邪惡的組織 做擁有未來的中國人 一朵書 一朵書 她一朵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